据传媒最新报道,知名男星TVB前小生魏俊杰在香港西贡投资百万的泰国餐厅将倒闭歇业即将关门 据了解魏俊杰的这家餐厅投资七位数在2017年开业,门店面积达到7000尺,主要售卖泰国的各种小吃、美食 目前魏俊杰对于餐厅关门歇业仪式还没有做出回应 不过餐厅的社交媒体专业已经公开了关门通知 从声明中可以看到,餐厅还会继续坚持两个月,在今年的5月31日暂停营业 作为老板的魏俊杰,最近两年的事业重心都在内地,对于这家餐厅并没有特别上心 另外,从餐厅发出的声明中可以看到,尽管餐厅在2017年就已经开业 但这些年也陆续经历了很多困难 2018年的时候遭遇台风,餐厅内部的很多装修,桌椅等都被破坏,当时就亏损了一大笔钱 后来看着餐厅的步入了正轨,生意越来越好 在2020年又遇到了疫情,餐厅的生意又开始一落千丈 自从疫情之后,餐厅一直在坚持营业 毕竟餐厅里还有这么多工作人员,魏俊杰也不想让员工失业 所以不断在咬牙坚持,但终究还是没能坚持下来 其实,最近几年餐饮生意真的不太好做 就像之前,传媒就曾报道过,黄宗泽开设的餐厅也出现亏损 黄宗泽有知名度,自己做活招牌都难逃亏损的命运 可想而知,行情并不乐观 另外,像林夏威开的火锅店,庄司敏开的奶茶店 都出现过明显的亏损现象 所以,要做明显要做餐饮行业也是一大挑战 话又说回魏俊杰,在外界看来 这些年,他真的是一个惨自了得 由于身材发胖特别明显,魏俊杰变得特别油腻 演艺事业发展并不乐观,基本没有人找他拍剧 之前,他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还调侃欠TVB一部剧 但网友都纷纷感慨,都胖成球了 估计TVB也不会请你拍剧了,抓紧时间减肥吧 演艺事业上受到阻碍,在感情生活上,魏俊杰也是不如意 在几年前,魏俊杰宣布和小了他20岁的内地妻子张丽华离婚 结束了多年的婚姻生活 两人离婚之后,女儿判给了魏俊杰 离婚对于她的打击特别大 她甚至一度想过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想到女儿,她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现在魏俊杰和女儿定居在内地 前任妻子张丽华则留在香港,摇身一变成了名愿 2020年,男星魏俊杰的小娇妻张丽华和老外的积问状 遭媒体曝光,被戴了绿帽的魏俊杰 一下就成了媒体的焦点,骂声一片 一般来说,谁出轨就骂谁 这是国际惯例,女的出轨应该骂女的才对 可耐人寻味的是,魏俊杰小娇妻此次出轨老外 吃瓜群众没有将矛头指向张丽华 而是纷纷倒个箱下,轻一色骂起了受害人魏俊杰 还直呼他活该被绿,并称天道有轮回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那么,魏俊杰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才让网友嗤之以鼻 就连他被戴了绿帽也不心软 直呼活该被绿 魏俊杰是何许人也 魏俊杰,原名魏世玉 1967年在台湾出生 进圈后改名为魏俊杰 虽然是在台湾出生 但魏俊杰更向往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 从小有着演员梦的他 渴望将来能去香港发展 成为一名演员 上大学的时候 魏俊杰如愿考取了香港演艺学院戏剧系 和詹蕊文、陈锦红、梁龙忠成为了同学 经过师兄黄秋盛的引荐 魏俊杰顺利加入了TVB 成为TVB旗下议员 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拍戏捞尽的同时 魏俊杰也没忘了泡妞 在圈内待久了 难免会感染花心丙性 看到有漂亮的女艺人 就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魏俊杰刚入圈那会 就瞄上了何婉盈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将其追到了手 何婉盈是港姐出身 身材曼妙多姿 年轻貌美 气质过人 身边追求者不断 也不知道魏俊杰用了什么手段 把她拿下 总之 两人拍拓了有三年之久 两人刚开始交往那会 魏俊杰只是个出出茅庐的新人 还未成名 何婉盈陪她从默默无闻 到小有名气 不过 令人吃惊的是 在魏俊杰走红后不久 她和何婉盈三年的感情 也走向了终点 至于分手的原因 双方各执一词 魏俊杰表示 在一起三年 她都不愿把自己交给我 根本就不爱我 那就没必要继续在一起了 我又不是圣人 而何婉盈则反击道 魏俊杰人品差 脾气也差 是个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软饭男 经常花自己的钱 欠自己的钱不还 究竟孰真孰假 外界无从得知 可以肯定的是 两人并没有选择好聚好散 而是撕破脸皮互相拉彩 并且告别了何婉盈没多久 魏俊杰就描上了脱星黄左儿 然而 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十个月 就结束了 结束的原因 据说是因为魏俊杰劈腿腾立明 抛弃了黄左儿 很多人认识魏俊杰 是因为看了《驼枪师姐》 他在《驼枪师姐》系列中 出演男主角之一的陈锋 和腾立明饰演的陈三元是一对 1998年 魏俊杰和腾立明在拍摄《驼枪师姐》一时 因戏生情擦出爱火 两人不仅在戏里是一对 在戏外也暗生情愫走到了一起 可以说是将这份爱情 从戏中延续到了戏外 当时魏俊杰还没有和黄左儿分手 他左右摇摆 脚踏两只船 一边稳住黄左儿 一边讨好腾立明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魏俊杰脚踏两只船的事情 很快被媒体发现 并爆料了出来 为了给自己开脱 魏俊杰和媒体称 自己已经和黄左儿分手 黄左儿在得知自己被分手后 一气之下向媒体爆料 魏俊杰是软饭渣男 称他吃软饭 而且在某些方面很强势 接连被和婉莹 与黄左儿两位前女友爆料时 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软饭男 魏俊杰不以为然 将一切都归咎于是自己太强了 彻底斩断了和黄左儿的关系 魏俊杰也哄好了腾立明 公事让他心甘情愿付出一切 腾立明比魏俊杰小九岁 和魏俊杰在一起时年轻亮丽 设施卫生 将自己毫无保留的托付给魏俊杰 双方经常一起出席各种活动 形影不离 还被派到一起同居 由于在剧中 腾立明和魏俊杰的CP 被无数观众津津津乐道 所以在现实中走到一起之后 两人也一度被暂时金童玉女 两人在一起九年时间 已经见过了双方家长 一度到了谈婚论嫁 据说魏俊杰父亲去世时 腾立明还以媳妇的名义 守灵奔丧 很多人也以为 两人一定能修成正果 纷纷猜测婚期是什么时候 然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交往九年之后 众人等来的 不是两人的婚事 而是分手的消息 2007年 魏俊杰和腾立明宣布分手 两人九年恋情落下了帷幕 不得不说 腾立明真的是个好前人 给足了魏俊杰面子 分手时还在维护他 没有说他的一句坏话 那么两人真的是和平分手 如魏俊杰所说压力太大 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吗 其实不然 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魏俊杰有了小三 2006年底 魏俊杰在重庆拍戏 因机缘巧合认识了 在重庆油店学院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专业读书的学生张丽华 这一年 魏俊杰39岁 而张丽华才19岁左右 比魏俊杰小了整整20岁 张丽华青春靓丽 年轻貌美 他身上的朝气与活力 是滕丽明所没有的 年轻就是资本 魏俊杰当即对张丽华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不知道是看在魏俊杰的明星身份上 还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张丽华欣然接受了魏俊杰的追求 在群内摸爬滚打多年的魏俊杰 也算内心强大和扎得彻底 他一边瞒着滕丽明 一边和张丽华优惠 又挽起了当初脚踏两只船的戏码 后来眼看瞒不住了 他只能二选一 毫无疑问魏俊杰自然是选年轻的 于是他抛弃了交往九年的滕丽明 将张丽华扶正 2008年1月 也就是魏俊杰和滕丽明分手才过几个月 魏俊杰就迫不及待的 将小自己二十岁的女友张丽华 娶回了家 结婚的时候 好友劝魏俊杰慎重 毕竟张丽华比他小二十岁这么年轻 正处于爱玩的年纪 结婚后恐怕管不住他 万一当了冤大头就惨了 可魏俊杰才不管那么多 他已经完全被张丽华迷住了 两人在重庆注册结婚 成为了合法夫妻 殊不知 好友的话竟在日后一一应验 魏俊杰确实hold不住年轻的张丽华 婚后接二连三被小娇妻戴了绿帽 结婚后 张丽华为魏俊杰生下一女 夫妻两人表面上看上去其乐融融 其实各怀鬼胎 魏俊杰本来就是个不安分的人 没结婚之前 没少干劈腿偷吃的事情 结了婚后 也不见得有多收敛 或许是失去了才知道前任的好 他在结婚后 竟然不要脸的多次发短信给滕丽明 求复合 滕丽明早就看清他的本质 没有搭理他 眼看没能从滕丽明那里占到便宜 魏俊杰转身就跑去探索了几个嫩膜 虽然魏俊杰不老实 但他的小娇妻张丽华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初张丽华和魏俊杰交往乃至结婚 是因为看中了他的名气和钱财 因此在婚后张丽华也逐渐暴露了爱婉本性 可能是嫌弃魏俊杰年纪大了 尽管两人育有一女 张丽华还是接二连三婚内出轨都被传媒拍到了现行 接二连三被爆出出轨事件后 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魏俊杰成为了单亲爸爸 独自带着女儿 原本以为大家都会骂张丽华不守妇道 可怜魏俊杰 没想到众人将矛头对准了魏俊杰 认为是报应 当初魏俊杰都不知道劈腿了多少女人 还伤害了和他交往九年的滕丽明 如今被小二十岁娇妻戴绿帽 根本不值得同情和可怜 正如网友所说 活该当初劈腿 现在被绿 天道有轮回 入门 地围